你是最早提出說 農委會居然把這個錢 弄給了特殊的公司 然後搞了所謂的1450 就沒有想到 這個1450還在發展 台鐵 台鐵的服務品質 一直被詬病 被詬病 你當然要改善你的服務品質 可是沒有 你連你的員工加班費 都給人家苛扣 結果現在你要花 一千多萬幹嘛 一樣來買這些網路公司 他覺得台鐵買這些網路公司 買這些1450 他的形象就可以改變了嗎 是的 所以現在最近有一個笑話 叫做升官發財 要走鐵路 點亮臺灣 要靠蠟燭 橫批 樂齊春露 這樣講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樂齊 這個春露 這有什麼特別 你可以看到像 像這個資料 這是陳一鳴立委提供 他這個春露樂齊 這兩間公司 他互為負責人 他的董事長王敦鎮 春露的董事 也是王敦鎮 他的董事也是何鴻文 甚至他也是他的業務總監 所以這兩間公司都登記一樣 是同一家公司 對 實際上就是同一家公司 可是這家公司有什麼特別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樂齊 他在以前只是一個小公司 他標到案子 都只有大概六十萬左右 可是從林充賢一進去農委會之後 他就從六十萬 標案的公司 變成了一千多萬的公司 他就標到了農委會 一千多萬的案子 而且連續就標到了兩年 就剛好標到一四五零 對 而且就是那一四五零 那麼有名的案子 那這個樂齊 這個公司更厲害 是當初立委陳一鳴 看到了他們這個公司 在做這些案子很奇怪 所以他就開始說 他就跟農委會要資料說 我需要你們的結案報告 結果農委會竟然不把結案報告 拿出來 沒有結案報告 他還跟陳一鳴說 這個是屬於廠商的智慧財產權 所以農委會不能拿出來 你做了什麼 所以我總要知道 這就很奇怪 你今天是一個行銷案 是一個網路行銷案 所以你的結果 大家都在網路上看得到 所以都是公開的 所以這會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總要知道 對 所以這怎麼會有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所以農委會一直擋 一直擋 一直不肯給 最後還特別的 把這個東西的內容 拉到了經濟委員會的 秘密會議去說 秘密會議 對 然後就拉進了 那個秘密會議之後 就什麼也沒講 就什麼東西一樣 都沒有拿出來 所以這個案子 非常非常特地 反正我就是要給這兩家公司 沒必要安裝 就是意思 這個案子到底是什麼原因 就是說 我們非把這個東西遮住 那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個標案裡面 有辦這個活動 叫做2017年農業創新 黑客松的經費估算 那他就屬於一個活動 你可以看到 他的經費竟然有713萬 一個713萬的活動 然後有多少人參加 144個人 144個人參加的規模的活動 然後花了713萬 而且更特別 你看啊 他的座談會28萬 活動150萬 媒體宣傳費 239萬 他的宣傳活動 自動物295萬 也就是說這個活動713萬 裡面有530萬 竟然是在做宣傳相關 會有什麼活動 可以700萬活動 500萬在做宣傳 比你的主體還多 對 比你的主體還多 我也辦過國際型的會議 我也辦過400多人的國際會 還邀蔡英文來 這樣一個活動辦不到100萬 對 他們這樣一個活動 可以辦到700萬 然後500萬是在媒體宣傳 所以陳一鳴當初就是要查 這筆資料 可是拉進了經濟委員會的 秘密會議的 還是都沒有這些資料 而且說你如果就算了 你就算了 可是沒有曉得 他現在越做越大了 對 所以你看這間公司有多麼厲害 但是這個1450的案子 一鬧起來之後 大家就變成網軍案的始祖 所以後來這個樂旗跟春祿 他們就拿不到農委會的案子 結果想不到過了一年 過了一兩年死恢復 你看他在交通部 他在台鐵就拿到了1549的案子 所以人家現在就笑 現在是1549取代1450 是喔 他在台鐵要做什麼呢 他在台鐵 你可以看到他在台鐵 他就說他要負責幫第一個局長 幫局長 台鐵局長張正元 個人臉書做臉書 粉絲團的操作有沒有 然後幫台鐵的放台鐵做操作 然後幫交通部 鐵路管理局 也就是說他只管三個 粉絲團而已 他只管這三個粉絲團 這樣一年可以拿一千五百萬 一年可以拿一千五百萬 這個這是行情上 行情以上的行情 可以做到這樣 這是讓人非常非常的羨慕 不是我要管三個臉書 我要多少人呢 管三個臉書 我今天管一個臉書 頂多一個小編 然後再一個執行 也就是說管一個臉書的話 其實三個人的人力 絕對夠啊 所以不到十個人 可以拿到一千五百多萬 對他可以拿而且更厲害的是他這個前面第一個案子在做之後驗收還沒過的時候就已經開下一個案子還讓他直接就拿到了這才是他們厲害的地方 而且你在你的臉書特別行道是你去對比了春露跟樂旗兩個的標案 內容非常類似 對 所以這該是說 這是二零一九的 是二零一七年的農委會來抄襲二零一九年的臺鐵標案嗎 來自未來的標案嗎 你可以看到這個標案的內容非常一樣 那臺鐵公司也說 他們是參考以前 參考以前那時候這個二零一七年的標案 可是這非常的不尋常 因為你這個標案需求的文件只有當初放在政府採購網當初你有去點你有去下載才會有 那你如果沒有下載 難道臺鐵還會發一個公文跟農委會說 我想開一個這樣的標案 你去給我一個這樣的標案嗎 那這通常是非常不合理的情況 而且農委會跟你現在臺鐵應該是不同性質吧 對不同性質 所以這很有可能其實就是樂旗公司 他建議建議臺鐵這樣 也就是說樂旗就是我們以前這個是這樣 那你建議一下 所以這最後可能就這樣造超了